肆虐世界的新冠病毒 不仅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 也让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时甩锅这个词 已经成了今年的一个热门用语 可是你知道甩锅在人类的历史上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今天我们就从圣经创世纪第三章 来看一下甩锅的起源 在上一集我们讲述了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之后神安置他们在伊甸园中快乐的生活 但同时神也吩咐亚当说 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 否则会死 亚当也一定把这话告诉了夏娃 后来魔鬼通过一条非常狡猾的蛇引诱夏娃 结果夏娃看到那树的果子 不仅能当作食物 而且好看又人 还能让吃的人像神一样有智慧能分别善恶 于是就摘下来吃了 不但自己吃了 他还把果子给了亚当 亚当竟然也吃了 他们完全把神的诫命抛之脑后 结果人类的悲剧从此便开始了 他们吃了果子之后 眼睛果然就明亮了 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 感觉到了羞耻 于是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 给自己做了裙子遮羞 当神在伊甸园呼唤亚当和夏娃的时候 他们不禁躲藏起来 而且亚当告诉神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便藏了 于是神就责问亚当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呢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树上的果子吗 接下来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甩锅事件发生了 亚当回答神说 你所赐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亚当一下子甩出去两个锅 第一锅甩给了夏娃 是夏娃给她的果子 所以她就吃了 第二锅竟然直接甩给了神 因为他说 你所赐给我的 与我同居的女人 这样吃果子的根源 在于神而不怨我 因为夏娃是神亲自给亚当预备的 当神责备夏娃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接下来甩锅事件再次发生 夏娃说 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直接把锅甩给了蛇 可见当人违背了神的诫命 犯了罪的时候 不会去想问题是否出现在自己身上 而第一想法就是甩锅 我自己没有问题 都是别人的错 大家想想 这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的本性呢 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中 遇到任何事情 我们的第一反应 是不是就很想甩锅呢 其实人从小就会甩锅 这是我们人类从先祖亚当那里遗传下来的技巧 不需要后天学习的 很小的时候 如果干了什么坏事被父母发现时 回答一定是 不是我干的 是某某人干的 神因为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诫命 于是神不仅咒诅了引诱他们犯罪的蛇 也对亚当和夏娃进行了惩罚 夏娃生产儿女比多受苦楚 并且要被丈夫管辖 亚当自己也要终身劳苦 汗流加倍 才能从长出经济和吉利的地理虎口 而且必定经历死亡归于尘土 之后神把他们赶出了义甸园 先祖犯罪使我们都被定在罪里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可是神是怜悯人的神 他并没有弃绝我们 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赎计划 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说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异刑 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 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命 已经把我们的罪赎清了 我们只需要相信耶稣基督 就得以称义进入永生 愿神祝福您